在11月的第六天,有两部好剧同时开播,他们就是胡歌的《猎场》以及TVB的《夸世代》。 然而,《猎场》虽然有胡歌、孙洪蕾、陈龙、张嘉义等流量戏骨的加盟,早已为播鲜火,但在口碑上却是褒贬不一。 反倒是较为《低调》的《夸世代》,以黑马之姿,收视口碑双飘红,豆瓣评分高达8.8,更值得称赞的是这些评分中仅有不超过2%的1到2星,这些都让不少观众表示仿佛看到了曾经诚意满满的TVB。 而,《夸世代》的热播,不仅让XXL版、宋仲基、欧阳振华、心晋、剑表专家、陈豪等TVB老戏古人气在上高峰。 除了这批老演员外,看电影必逃票,公交车都要蹭的《穷小子》,欧身的扮演者于德成也一夜成名,开始进入了大众媒体的视野中。 1989年出生的于德成,在出道以前是香港游泳代表队的成员,2014年退役后,他凭借自身良好的基础条件,顺利成为了TVB的体育台主持人,偶尔还涉足儿童频道。 在主持借战文角跟后,于德成也开始尝试跨界影视圈,但因为他并非科班出身,别说重要的角色了,稍微戏份多一点的龙套,剧组都不会找他,于是于德成进入黄秋生与真永辈合作成立的,神戏剧场,开始系统学习表演。 是金子总会发光,不过寥寥几年,于德成就凭借自身的努力以及天赋,在演技上有了至一般的成长,而他表演时的认真以及对小角色的专注,更是让不少导演对这个,新人,拎眼相看,于是陈维冠在筹拍,夸世代,时,找上了于德成,让其出演了,夸世代,中的,穷小子,欧身。 值得一提的是,夸世代,剧情发展到现在,欧身的身份早已发生了惊天逆转,从,穷小子,变成银行董事的外孙,真正的富二代,而戏外的于德成也在有限的戏份中,通过对欧身的成功塑造,让自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新星。 在电视剧中,欧身的感情还是扑朔迷离,不知道他的,富二代,身份会不会打动心仪的女神安安。 果对于观众来说,他们则更希望看到欧身能与同事家家组成私批,毕竟两人互对的日常,满满都是欢喜冤家的即逝感,同时这种不造作的相处模式,也无疑比所谓的华府美传,香车宝马来得更加的真实。 而生活中的于德成,虽然不是富二代,心路也才刚开始璀璨,但他因为长期游泳练就的肌肉线条,以及笑起来超级阳光的外形,还是让不少人将其奉为男神。 甚至连,夸世代,中饰演他妈妈的江美姨也忍不住调侃,看到这样慢的小鲜肉,真心忍不住少女心爆棚。 虽然于德成至今仍是单身,但他对于感情仪式却不是着急,甚至婉拒了江美姨给他介绍的对象,至于原因麻,他笑笑表示自己早已鲜肉变,腊肉,身为大叔却还没有稳定的事业,这不是耽误人家好姑娘麻。 不过,话说立业成家可以理解,但是28岁就算,大叔,爱马,现在,大叔,太年轻化了,吓得年过30,还有个儿子的小鞭赶快敷个面膜冷静冷静,最后还是助于德成心徒顺利,早日立业成家,爱母,可可,顺便把,大叔预备役,的标签收回去。 特别声明,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,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,如有关于作品内容,版权或其他问题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。